救护车抵达现场 穿格纹衣的男子急匆匆 手笔向前方 夜晚黑漆漆的大牌水沟 竟然有女子坠落 只是这并不是意外 而是被人推落 凶手就是叫救护车的这名男子 被警方带回警局 他套着一件大外套 双手上铐 但是被他推落水沟的 是多年好友的太太 整件事要从最早说起 57岁理性嫌犯 20多年前经商失败 身为多年好友的诚心男子 同意让他寄住家里 一住就长达13年 期间42岁屋主太太 不满对方寄居 长期言语攻击 说他没路由 双方早就结下梁子 没想到14号晚上 两人又起争执 相互扭打 理性嫌犯仗着体型优势 一路从家中打到室外 最后把屋主太太 推到三公尺深的水沟里 事发地点就在桃园 中立就是这处小树丛 中间有条通道往前走 就是排水沟 双方疑似就是在这里大打出手 屋主太太最后跌进排水沟里 而家人发现后立刻报警 只是女子身上有多处插错伤 伤势太过严重 宋依仍然宣告不治 前犯记住好友家中十多年了 平常都在朋友底下 帮忙装潢工程或清洁工作 吃住收入几乎都靠这家人 却因为爆发口角 一气之下把朋友 妻子退入水沟身亡 不只毁了多年情谊 还要悲伤杀人罪 TVBS新闻的廖宗庆 桃园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